今天这条视频是我最后一条喜悦的视频 所以我也以后就告别这类视频了 相关老板也不用再找我了 没法拍 因为这个视频发出来以后 发了三次都被下架了 大家看了就珍惜了 下载也好 转发也好 收藏也好 还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 那今天也听说央视跟 这个抖音乐合作了 将来越来越严 也没必要去触碰这一行 其实最痛苦的就是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下架 其实在这方面我还算比较有经验的 这条拍的也比较肃静 没有什么偏差 所以我就觉得 以我对抖音的理解 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也拍不出有灵感的作品了 那像流水这样的 报价格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以后就不拍了 每个优秀的安徽企业能在南京落地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平图 这边有熟悉的祭司吗 三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点88号是最安全的选择 88号 好的 这边请进 马上给你安排 进来 贵宾你好 我是88号的祭司 很高兴为你服务 你给我换一个 我不够帅吗 没有说没说 我只是不想造成误会 让别人觉得我还有别的爱好 我就是来安心做足疗的 能洗个澡 能吃点东西 能做60分钟足疗 做男人呢 就不要太挑剔 也不要太油腻 源自泵部的百家连锁足疗店 起名叫金陵春梦 首次出现在南京人面前 像极了卧底多年 首次归队 在场所有人都眼含热泪 话不多说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好 好 找个社群